如果我们对信心有正确的了解并适当的运用 便能够发挥强大的力量而且影响深远 这种信心可以改造一个人的生命 把一般普通的日常活动转换为喜悦的交响乐 在天父的幸福计划中运用信心是不可或缺的 不过使人获得救恩的真正信心 必须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 对他的教义和教导有信心 对主所高谋的先知的引导有信心 对自己有能力发现身上具有能够改变生命的品格和特质有信心 的确,对救主的信心是一项产生行动和力量的原则 信心是创造的基石 我确信救主耶稣基督也运用了信心 在天父的指导下 运行他的任意 我们的夫子不但运用了信心 创造最遥远的银河星系 也运用信心组成了夸克 这个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够找出的最小的物质元素 不过我知道在创造的奇迹里还有更小的基本要素 一对男女在圣殿印证即展展现出他们对未来的信息 他们了解经由服从耶稣基督的教导和天父的幸福计划 他们两人可以共享喜悦的人生 他们体认到 每当激励他们成长的挑战来临时 他们会根据圣人的提示 运用能够促成成果 并且能够塑造品格的方式 去克服那些挑战 信心和品格两者密不可分 若对服从神的诫命所带来的力量有信心 就能够锻炼出坚毅的品格 度过有迫切需要的事情 这种品格并不是在经历挑战和诱惑时所培养出来的 而是为了在遇到难关时 能运用这样子的品格 你若运用信心遵循正确的原则 就能够锻炼出品格 经过强化的品格会扩大你的能力 使你更能够运用信心 如此一来 克服人生考验的能力和自信心 就会增强 而品格越坚定 就越能运用信心的力量 并从中受益 你会发现信心和品格两者之间 交互作用 相得益彰的道理 品格的塑造是经由实践 原则 教义和服从 耐心的编织而成的 每天持之以恒地去做我们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会使我们变成我们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正义的品格充分地展现出你目前的为人 正义的品格极为珍贵 其价值胜过你所拥有的任何财物 你所研习的任何学士 或你所能达成的任何目标 无论世人多么赞赏那些其他俗世的成就 来生中 你终于的品格会受到评估 看看你是否善用了今生这段时光 撒旦或任何其他的力量 都无法破坏或摧毁你日渐茁壮的品格 只有在你自己不服从的时候 才会使品格受损 非凡高尚的品格 若被欺骗为界的行径辅施 将会变成毫无价值的灰烬 坚强的道德品格来自持之以恒的 在人生的考验试炼中做正确的选择 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就要信赖你所持有的信念 并且当你为那些信念采取行动时 那些信念都能得到验证 信心是建立在哪些 能强化能力的原则基础上的 信赖神并且信赖 无论情况多艰难 神都会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援助我们 服从祂的诫命 并且在身后中显明 你值得获得神的信赖 引于察觉圣灵轻巧的提示 勇于按照这些提示采取行动 当神让你的成长受到阻碍 当答案经过漫长的岁月 才一点一滴地来到事 要有耐心和体谅 信心是所希望且没有看到的事 所以你们不要因为没有看到而争论 因为你们的信心受到考验之前 你们不能获得见证 因此每一次你们让信心接受考验时 也就是当你们配成的根据灵的提示 采取行动时 你们必会获得圣灵的确证 当你走到超出理解能力的范围 进入未知的国湖地带时 要运用信心 这样就会获得盈利 找到其他途径所无法提供的解决之道 即使在你极有信心的时候 神也不一定总是爱照你的愿望 立刻给你奖赏 相反的 神会根据祂永恒计划里 对你最好的方式回应你 让你获得最大的益处 要感激 感激神有时候在解答出现之前 先让你辛苦奋斗一段漫长的时间 因为那会增添你的信心 并且提升你的品格 正值是品格的基础所在 配成的品格会强化你的能力 神你不仅能辨认 而且愿意服从圣灵的指引 若能持之以恒地运用信心 就能培养出坚强的品格 若想为自己日渐茁壮的品格立下 稳固的基根基就要以耶稣基督和祂的教导 为生活的中心 你今生的幸福 你的永恒救恩 有赖于许多正确的选择 这些选择没有一向是困难的 他们会合力锻造出一种品格 足以抵挡罪恶和伪戒的破坏力量 高尚的品格就像一纸珍贵的瓷器 由精选的原料制成 由信心 活造而行 并由持之以恒的正义行为 信心 细心雕琢 最后放进 由激励人心的经验出成的荣誉楼 烧制而成 这是一件精美的器皿 一件无价之宝 不过 它也有可能因为违戒 而在瞬间遭到破坏 需要经过痛苦和半长的努力 才能修复完成 但如果能靠着自制力加以保护 正义的品格便可有存不朽 物质本身无法在今生带来快乐 满足或成就感 也无法引领我们迈向超生 唯有高尚的品格 唯有由无数正义的决定 编织持成的内在力量 以及信念 才能使我们的生命找到方向 持之以后 坚守正义的生命 会孕育出内在的能力和力量 那种力量能长期抗拒罪恶和违戒的侵蚀腐化 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对他借命的服从 都会巩固你的品格 品格是衡量 你将成为什么人的标准 可以证明 你在尘世受验证的这段时期 是否善用了精神的时间 俗话说得好 怎么收获 怎么栽 对属灵失误而言 也是如此 也是如此 你若付出心力服从 对耶稣基督有信心 并勤奋实践所学到的真理 就必定有所收获 你的收获就是品格的塑造 能力的提升 以及顺利达成精神的目的 通过验证 享有喜乐 精神是一个试验场 我们如何面对精神的种种挑战 将会决定我们的品格会有多么坚强 对耶稣基督和他教导 有信心 会强化我们的品格 经由属灵提示而确认一项教导 或一个正义行为的正当性 会增强我们的见证 这样的指引通常会伴随着 深刻的感动 使人流泪 难以言语 但是见证并不是一种情绪 而是品格的精髓所在 那是由无数正确的决定交织而成 做出这些选择是凭着信赖你所相信 但未看到的事物 至少你一开始不会看到 强而有力的见证会带来平安安慰和保证 也会产生坚定的信念 相信只要持之以恒 服从救主的教导 就会有美丽的人生 平安的未来 也会有能力 克服弘主在眼前道路上的种种挑战 见证的成长来自于了解真理 也经由祈祷和诚思经文的教义 一点一滴地获得 凭信心奉行真理 可以滋养见证 而这信心是建立在坚定的自信上 相信必会获得神所应许的结果 神容许撒旦的势力在世上日益猖狂 借以提供一个可以让我们自我验证的环境 虽然撒旦造成了今日的好解 但他的最终下场 已因为耶稣基督的赎罪和复活而注定了 魔鬼绝不会得胜 即使是现在 他也只能在主所限定的范围内操弄他的祭兰 他无法取走我们努力赢得的任何处 他无法改变经由正义的选择所塑造成的品格 他没有能力破坏在神圣圣殿里夫妻 儿女之间结合在一起的永恒关系 他无法洗面真正的信心 他无法夺作你的见证 是的 你可能会因为屈服于他的诱惑而失去这些事物 但是他本身没有能力 也未曾拥有权力可以破坏这些事物 简而言之 神运用你的信心来塑造你的品格 品格呈现出你现在的为人 坚强的品格来自于持之以恒地做正确的选择 正确是品格的基础 品格越坚定越坚定 就越有能力运用信心的力量 请任我分享四项原则 这些原则为我个人的生命 带来了最深刻的平安和喜乐 主在他的永恒计划里 设立了这些防角石 每一项都不可或缺 这四项原则互相效力相辅相折 只要积极勤奋 持之以恒地运用 这些原则就能产生品格的力量 提升能力 使你得以把人生的挑战 转变为迈向今生和永恒幸福的垫脚石 这些原则是 对主耶稣基督和他的信心有 计划有信心 进而获取达成此计划的能力 经由悔改改正因疏失或犯错所造成的后果 服从主的诫命 能为我们的人生提供力量和方向 经由无私的服务 丰富他人的生活 如果你已经下定决心 过正义的生活 请不要灰心气蕾 生命此刻可能看似艰难 但务必要紧握住那真理的铁杆 你所获得的进步 比你所了解的还要更多 只要持之以恒地服从天父和救主的诫命 你的种种艰苦奋斗 正在不断塑造你的品格 使你更有能力自律 愿圣灵提醒你不断地做出能增强品格 带来莫大喜乐和幸福的决定 让你能够有许多的幸福和快乐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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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